5月7号下午大法官终于针对原住民族狩猎文化 做出试自803号解释 尽管一开始大法官强调原住民族狩猎文化权是受到宪法保障的 不过话风一转也认为野生动物保育同样重要 原住民从事狩猎活动的文化权力保障 还有环境及生态保护 这两个都是宪法所承认并保障的一个基本价值 大法官解释指出 有关枪炮弹要刀械管制条例中的自制猎枪规定 野生动物保育法的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狩猎权采释前核准制 以及猎捕的野生动物不包括可以猎保育类动物皆为核限 但也认定枪炮弹要刀械许可及管理办法的自制猎枪规范不足 应该在两年内修正 至于原住民族基于传统文化及记忆 需要猎捕宰杀利用野生动物管理办法中 规定非定期性猎捕申请期限和猎捕种类数量也属违限 即日起不再适用 将自制之列枪限缩于前塘枪 以及准后塘枪 且其填充物仅以非制式子弹违限 构造上属出造 本号解释由于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与野生动物保育法母法都合限 执法则是部分违限 因此对于本案的申请人王光璐潘志强等人 都无法透过解释获得直接救济 看起来没有人可以直接得到救济 而大法官的解释并没有直接 对于他所挑战的法律做一些违限的宣告 但是不排除这个其他的原因解释 可以让他的相较于先前确立东西裁案所判的这个刑 都有不同的结果 内政部随即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尊重视线结果将依照解释意旨 修正自制列枪规格 并携请国防部提供自制列枪零组件 原市新闻喜故已故台北市采访报道